接下来老师就针对PYCharm的使用 再给同学们做个小扩展 让同学们进一步体会一下 PYCharm这款ID的强大之处 同学们在上一小节中 老师是不是从代码层面上 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我们可以把eaf语句 以及下方所有带缩进的代码 看成一个完整的代码块 对吧 其实啊 PYCharm这款ID 在设计的时候呢 已经考虑到Python成员 有可能在理解eaf语句的时候 会出现问题 因此呢 在ID中啊 有特殊的标识 告诉我们完整的eaf语句 是哪一部分 那现在同学们看啊 在这个eaf左侧 是不是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对吧 那现在我们继续向下看 最后一个缩进语句 是不是这个print语句 而这个print语句左侧 有一个向上的小箭头 这两个小箭头之间 就是一个完整的eaf语句代码块 那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箭头还有什么作用 同学们看啊 老师呢 把光标移动到小箭头上方 哎 变成了一个小手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点击 哎 整个eaf语句不见了 在后面写是什么 点点点 如果我们把光标挪过来呢 会提示我们折起来的部分 对吧 同时呢 刚刚的小箭头变成了一个小加号 如果我们在这里再点击呢 哎 又可以完全展开了 对吧 现在老师如果把eaf语句折叠 哎 现在我们再阅读代码 是不是 一二三 只有三行代码 对吧 其中 eaf语句 这个代码块中呢 包含了两个print语句输出 哎 这个是pycharm 为我们python成员 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细节 同学们看 现在老师的光标在第几行啊 在第十二行 对吧 那如果老师把光标向上移动 向上移动 再向上移动 哎 大家看 当移动到第九行之后 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什么 eaf语句大于等于18 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光标当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这个eaf语句大于等于18 这个条件判断语句的代码块内部 哎 同学们看啊 现在光标在第九行 对吧 如果往上移 往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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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上方都显示一个 eaf语句大于等于18 如果我们再往上移动呢 走 哎 大家看 光标挪开之后 出了代码块的范围 上面的提示 是不是也没有了 哎 通过这个提示啊 我们同样可以知道 当前光标位置 是否在eaf语句的代码块内部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给同学们分享了两个 pycharm的使用技巧 一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左侧的箭头 很清晰的看出 eaf语句的代码块 到底影响了几行代码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箭头 折叠或者展开对应的代码 并且在pycharm中 一旦我们把光标 放在了eaf语句的代码块内部 在文件的左上方 会提示我们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两个 pycharm的使用技巧 现在老师暂停一下视频 语句的语句更多的语句